松鸭想洗澡了 他用一片树叶在这个盒子里面浇水洗澡 这是什么方法 我都没见识过这种洗澡方法 我们来给他打点水吧 是不是想洗澡 在我鞋子里面干啥 我们来给盆里面放点水 让松鸭在盆里面洗澡 等不及要往里面跳了 蠻雀过来了 他有一点害怕 他又跑在这弄鞋子 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 你还要不要洗澡了 水都给你打好了 看这家伙学二厘 直接跳桶里面洗 我刚刚给他拿盆他不洗 这么深他也可以下去了 这是名副其实的小鸭子 可以游泳 洗好就跑了 洗了一个澡 感觉他现在身上干净多了 眼毛都很亮 一只松鸭躲在树上吃东西 看 猜一下他在吃什么 看样子应该是水果之类的 我们去靠近一点看一下 看到我们过来他有一点紧张 直接给他吞掉了 这鸟非常漂亮 他还在梳妆上面擦嘴 跑这儿来的 他在玩这个树枝 好像在扯什么东西吃 应该是在里面吃的桶子 哎 他怎么不怕人呢 我们来摸一下他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你还要啊 来 我这儿还有 还有还有 还有 包的满满的一嘴 你看 他在找合适的地方 想给他藏起来 一下吐了这么多 来都给你了 他全部给他吐在花坛里面 这会儿应该是不饿 我早上吃了很多肉 这还有 还有 吃完了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他吃不下 他又叼着往树叶上面藏 找个东西盖着 真的是太可爱了 还盖好几层 这纸上真的是太高了 还瞅点青苔搭在这树叶上 盖了好几层 好 他现在检查好了 现在藏好了 又跳到我的手上 找一下看我手上还有吃的吗 他发现了我手上拿了一条面包虫 这家伙他把素食藏在树叶下面 就在我手上吃这个肉 他比较喜欢吃肉 好了就一条给你吃了 一口就吞掉了 吃完肉了他又飞到这个花坛里面 找他刚刚藏的食物 他现在应该是真的吃不下了 刚刚这里放的这个食物 他给他找出来的 很聪明啊 他放的东西他记得在哪里 一件双雕 逮到了 这蝗虫挺会藏的 藏在这个稻草里面 在这儿 我们来给他抓住 摆到了 稻田里面的收货果然不小 抓了不少了 今天松鸭有口福了 虫子带回来了 我们看一下松鸭在哪里 开饭 开饭 在房顶 一叫就来了 看一下我给你带回来的什么东西 他已经看到里面虫子的 来吧 来吧我帮你打开啊 来先吃一个大的 不要让他飞走了 松鸭的战斗力还是可以 比南鹊强多了 南鹊每次虫子给他之后 虫子每次就跑了 还有我帮助他 你看这松鸭一下就把虫子 给他解决了 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跑了啊快去 快去都跑了 这里 虫子都跑了 你还待在这儿 刚才夸了你一下 刚才夸了你一下 又跑了 这个虫子不好吃 来换一条 厉害厉害 又逃跑了 看一下松鸭能不能抓住他 好 在这儿 松鸭的速度还是可以啊 这虫子跑了几次都被他抓回来了 好又跑了 好 现在基本上是跑不了了 被他彻底征服了 他把这个蚂蚱的腿先给他扯掉了 这样这个蚂蚱就跑不掉了 看他折得干干净净的 就这样一口就吞掉了 看来他是喜欢吃这种蚂蚱 里面还有一只蚂蚱 看他 看他给他啄出来了 跑了 掉沟里去了 厉害 就这样一整只吞掉了 大胃王 他特别喜欢吃这种蚂蚱 没有了 他还把这盒子看着 看一下杯子里面还有没有 今天应该是吃好了 这里面有面包虫 都被他看到了 一口气吃了几条大马的 好了好了 明天再去给你捉一点 看饭 厉害吧 是不是来了 走吧 走吧 你在干什么 太厉害了 能拔草 把亲奶奶都拔起来了 又开始拔草了 吃的什么东西啊 我看一下 吐出来 吐出来我看一下 没给你吃饭呢 啊 是不是没吃饱 啊 我们藏点肉 藏在这个青苔下面 来 给你藏的有肉 这里面 这里面 他好像看到了 看他会不会自己翻了 哎 哎 别跑了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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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看到了 里面 里面还有很多 你不是喜欢在里面翻吗 我 我 我 在里面 里面 在里面 里面 我 在里面 里面 还有一条 你可真能吃 两项就被它吃完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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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玩吧 它去逮蚂蚁了 裹再裹 热 保料 因为 觉得 滴水 你 说 谢谢大家